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琼瑶剧里刘雪华都是一副我借游怜的弱女子形象 然而在邵氏电影里却担当己中甘义胆的大侠女 她扮演的黄龙伸手矫健又美又色 出演该部电影时刘雪华才23岁 是立版中年黄龙扮演者里年纪最年轻的 甚至比当时杨过的扮演者张国荣还要小三岁 和翁静静扮演的小龙女同框的话 俩人就像一对年龄相仿的姐妹花 不得不说 刘雪华年轻时的颜值真的是很高 脸蛋满满的胶原蛋白 眼镜又大又水灵 相信这个模样如果演小龙女也毫无压力 二 欧阳佩珊 对于上一代观众而言 少年黄龙以翁美龄最为经典 而中年黄龙则以欧阳佩珊最佳 欧阳佩珊自1975年加入TVB 先后出演了多部快智人口的经典影视剧 她是早期香港武侠剧影响力较深的当家花旦 以容貌而论 欧阳佩珊美艳之中自带一股灵秀飘逸的英气 她豪气 干练 灵敏的举止 是极符合原著中年黄龙的形象 家之演员卓绝的演气和剧中日益变换的精致孵化道 使得欧阳佩珊把黄龙这个角色塑造得相当成功 欧阳佩珊很巧妙地抓住了中年黄龙多元身份的特征 表演自如 将黄龙从少女到熟父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 与原著的贴合度极高 三 迷雪 迷雪是电视剧史上第一位扮演黄龙的女星 而且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演变了各个年龄阶段的黄龙扮演者 如今虽然大多数观众都认为翁美龙扮演的黄龙是最经典的 然而在83版《射雕》播出之前 许多老一辈香港观众心里始终认为迷雪才是最经典的翘黄龙 只不过后来随着家世倒闭 迷雪的黄龙才逐渐淹没在时代更迭交替中 她与白镖的金融CP也被视人们渐渐遗忘 说起来 迷雪和翁美龙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外形同是娇俏可人 古灵精怪 而且俩人都还有一对可爱的兔崽牙 从射雕到神雕 迷雪从少女时代演到了中年时代 造型上来看 前者更为突出少女的精巧和灵动 后者则是端庄大气居多 比较可惜的是 迷雪扮演的这两次黄龙已经成为绝版 如今想要目睹其疯资也仅能靠图片了 四 沈海荣 八十四年播出的这版《神雕》由于年代过早 而且画质不佳 所以流传度并不广 该剧的中年黄龙由沈海荣扮演 沈海荣出身离远 曾是标准的刀马蛋 有丰富的打戏经验 作为最早从台湾进入大陆观众视线的台湾女演员 可以说是红极意识 虽然相比同时代的林青霞 潘影子等人 她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但实力也是有的 沈海荣扮演的中年黄龙单看外形也算符合援助 看着就像一个精明能干 雷厉风行的女侠士 五 魏秋花 九十五版《神雕》是众多内地观众的启蒙版 它的经典程度可以说是立版里最受观众喜爱的 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鲜活饱满 令人印象深刻 而该版的黄龙由魏秋花饰演 当时三十七岁的她充分让观众意识到什么叫做风情万种 风韵犹存 即便剧里有李若彤 张可怡 傅明宪这一众美女也无法掩盖魏秋花的光芒 不过魏秋花在该剧里的造型与其他演员不太相衬 尤其是额浅的两里弯钩并角 像戏曲里的造型显得过于微糊了 总体上来说 魏秋花是除了欧阳佩珊以外最受观众认可的中年黄龙 她将黄龙的聪明伶俐 小肚鸡肠拿捏得很到位 并且也诠释出了中年黄龙的韵味 六 何永芳 作为与台势版同一年播出的神雕 新加坡版无论剧情还是选决都全方位碾压台势版 该版当时集结了诸多新加坡的当红小生和花旦参演进来 黄龙一角则由新加坡电演美人何永芳饰演 何永芳是戏曲演员出身 在来新加坡之前曾是上海乐剧院著名的徐派小生 她的容貌和气质可以说是另一版黄龙扮演者里最惊艳的 其美貌程度甚至超越了自己的女儿郭福 该版除了经典程度不及95版高以外 制作班底和演员阵容同样精良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部神雕也不是唯一部佳作 七 夏文熙 98年台式播出的这版神雕是吐槽声最大的一版 除了剧情天雷滚滚 选角方面也不尽如人意 该剧的黄龙由香港影后夏文熙饰演 乐演技 夏文熙不比以往任意黄龙扮演者差 无奈剧组泰拉胯 不但出现一个史上最另类的黑衣小龙女 还把黄龙塑造成了刁钻刻薄的黄脸婆 更离谱的是 编剧还安排了一出黄龙质疑郭靖去青楼的桥段 实在是让人看得很无语 据说当时连金雍看了该版神雕后也连连摇头 自此再也不敢卖版权给台湾了 八 杨明娜 于正版的神雕 打从上线那天就引发口水战无数 陈妍希扮演的小龙女 更是被网友贴上了小龙包的灭称 不过该剧除了小龙女以外 其他女性配角倒是各个颜值在线 譬如饰演黄龙的杨明娜 实打实的大美女一个 讲真 杨明娜年纪 样貌 演技都可以厚 助黄龙这个角色 但偏偏碰上了不靠谱的余政 而恰逢那几年余妈又特别偏爱饱和度过高 廉价艳俗地孵化到 所以凡她经手的金雍剧无意额外都犯了车 索性杨明娜颜值够高 在如此俗戚的装造下也撑了下来 最后总结一下 这部剧由于主角团过于违和辣眼 以至于表现普通的配角们也变得出彩万分 9 孔林 张继中翻拍的金雍剧向来美女如云 而这版神雕的女性角色也是相当亮眼 为了区别以往黄荣美艳少妇的形象 张继中故意挑了外表很利的孔林来出演黄荣 乍看之下 孔林的长相和周迅有几分相似之处 感觉就像是等比例长大后成熟的黄荣 孔林饰演的黄荣被历届网友称为最严肃冷静的黄荣 虽然她演技不错 但也由于严肃有余 显得会侠不足 稍欠灵动 说完中年翘黄荣 我们再来看一看古灵精怪的少女黄荣 十 荣小义 影史第一版 分为上下级 胎射时 射雕仍在连载 年代实在过于久远 如今都找不到视频片段 仅有一些黑白剧照流传 读过也不要紧 毕竟是粤语片 包括西仔在内的很多读者 完全不可能听得懂 看图也一样 剧照中还是戏曲服装 相当古早 饰演黄荣的演员荣小义 当时已经39岁 扮演少女还是有些倾强 十一 田妞 田妞拍摄时19岁 但是看剧照 还带有婴儿肥 小女孩的模样 跟后来观众熟悉的形象 可以说毫不相关 只能从一些角度辨认出是她 作为出道作品 田妞的演技可圈可点 却在武侠片里发挥有限 无功无过 十二 郭佑华 一名妞妞 她的这两部电影 实际是田妞那部电影的续集 从形象上看 客观评价 妞妞比田妞更俏丽 田妞灵动鬼马 妞妞漂亮可人 尽管两个版本都有支持者 但多数观众都评价 后两部附生饰演的郭靖 已经配不上黄荣 想来大家更认可妞妞的颜值 十三 翁美玲 这一版本的射雕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在香港和内地播出都造成了轰动 深深影响了两帝七零后 八零后的回忆 黄荣的饰演者翁美玲 一双水淋淋圆溜溜的大眼镜 外加小兔牙 翘生生地喊敬哥哥 不知道迷倒了多少观众 随着剧情的发展 黄日华版郭靖的憨厚踏实 翁美玲版黄荣的娇满可爱 及前辈演员优点于一身 成为后续演员争相模仿 却无法超越的范版 十四 朱英 朱英饰演的黄荣 算得上在众多版本中名列前茅 也是其知名度较高的代表作之一 他出道作品《骑士桃学威龙2》 起点颇高 也获得了几个演艺奖项 却为大红大子 令朱英事业腾飞的 还是射雕 朱英版黄荣 灵气之余 五官更精致漂亮 让人眼前一亮 他眼眸如星 看向郭靖时 爱意真切美好 一动一镜都不显作作 神态表情拿捏得精准到位 原著中 欧阳克心仪黄荣 自觉后宫众女跟他相比都如粪土 朱英饰演黄荣 倒是真的让人相信 这是欧阳克内心的真实想法 朱英 连带着这一版本的射雕 常被拎出与83版对比 网友们总要争出个高低 可总的来说 这两个版本 无疑是观众心中最好的两版 十五 陈玉莲 这一版本射雕口碑非常差 魔改情节严重 又因为是中式作品 整体言情味更浓 28岁的陈玉莲饰演黄荣 造型和神态都极力往简陵方向跑 但年龄感还是偏重了 加上人设需要展现黄荣的活泼激励 陈玉莲时常要做一些可爱表情 为何感满满 十六 周迅 作为内地首部射雕 这一版本场面宏大 比港台的制作要精良太多 演员方面也是大排云集 周迅饰演黄荣 29岁的年纪 对于多年保持童颜的他来说 毫无压力 甚至比前辈演员更贴合原著中16岁的设定 不仅是长得年轻 周迅的美貌也得到精优的认可 直演比翁美玲漂亮 对整体赞誉极高 但不得不说 整体演员的装造太过简约 全有演员颜值硬撑 演技方面自不必说 周迅的演技属于老天爷赏饭的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 拍摄时已经传出周迅与李亚鹏的恋情绯闻 两人在剧中的互动 想来也是爱意满满 美中不足的是原声播出 周迅的嗓音低沉嘶哑 跟灵动的外形属实不搭 《时期》李亦彤 这个版本是内地版中 颇受年轻观众喜爱的一版 也很喜欢 算是比较纯正的武侠剧了 打戏不花哨 却十分有看透 整部剧的基调也是家国情怀 在某打分平台上 八万多人评分 稳定在八分线 整体质量过硬 李亦彤当时还算是新人 剧集播放后得到不少好评 虽然被诟病为网红脸 但灵动过然 名谋好持 在造型上不输前辈 在表演上 李亦彤的台词 没有像港版那样多多逼人 也没有林依晨那般娇弱 原著中 黄荣换回女装时 是这样描述的 郭靖见着少女一身装束 犹如仙女一般 不禁看得呆了 那船漫难靠近 只见这女子方当少龄 不过十五六岁年纪 肌肤圣雪 娇美无皮 容色绝丽 不可逼世 这一幕中的李亦彤 景色和服装 美貌配合得天衣无缝 完美还原 李亦彤其实在很长时间内 多被嘲讽让人记不住脸 歹看来 她是漂亮有余 表演将气十足 她很聪明 知道什么情节 她需要做什么表情 这也导致个人特色不明显 进步空间还是蛮大的 十八 林依晨 零八版射雕 由唐人出品 妥妥的古装偶像剧 演员也都是人气偶像 胡歌不必说 《仙剑奇侠传》一飞冲天 在唐人公司演出的作品中 积攒了大量粉丝 饰演女主的林依晨 风头同样一时无良 2006年的天外飞仙 让她在两岸三地 赢得了极高的人气和关注度 射雕里两人二度合作 一经拨映 就打破了多得的全年收拾记录 争议也是不少 林依晨台偶出身 荧幕上一直是甜美形象 就算拍摄期间断食减肥 脸依然是肉嘟嘟的 看起来较为娇憨 过于乖巧 唯独少了一丝脚侠 黄蓉身上最大的亮点 是七分鞋中三分正 三分正中七分鞋 林依晨俨然演出了一个 武林的童话公主 十九 林颜柔 一不敢乱来的往大 妖兽加魔改家路大腿 要素齐全 黄蓉的扮演者林颜柔 来自宝岛 没听说过 长得不是很惊艳 属于网红转演员的范畴 其他方面就不过多评价了 身材很火辣 看了个版黄蓉扮演者 你们觉得谁最贴近原著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